哈喽大家好,这里是达达聊美食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既简单又美味的汤品 山楂苹果汤 这款汤品不仅口感酸甜 而且还能滋润身心 将山楂片洗净 以充分释放山楂的酸味和香气 苹果洗净去和切成块状大小适中 以便炖煮时更容易入味 锅中加入清水大火煮沸 加入切好的山楂片 转小火慢炖10分钟 让山楂的酸味和香气充分融入水中 接着加入切好的苹果块 继续小火炖煮15分钟 让苹果的甜味与山楂的酸味相互融合 根据个人口味加入适量糖 搅拌至冰糖完全溶解 炖煮至汤汁稍微浓稠 山楂和苹果均变软嫩即可光火享用 这款山楂苹果汤酸甜焦汁口感丰富